这个新单元要帮同学介绍的是三字动词片语 它的基本的原则是这样子 动词加了副词 像这里的away,in,up,up 这些都是副词 接了副词之后 它不能紧接名词 一定要先补上借词之后 才能够接名词 所以呢 这个动词副词还有介绍词 就形成了三个字的一个动词片语 这种三字动词片语 同学是容易混淆的 那么接近来的这个介绍词是固定的 所以呢 不会很难 只要多背几遍就可以了 像这里的do away 一定要pay with 废除的意思 等于abolish job in是拜访 拜访某人就要用job in on加人 这是顺道拜访某人的意思 我们这里有一个例子 我们这里有一个例子 I job in on my grandparents when I went to台北 on business 我去台北出差的时候 on business就是因公 我们就翻成出差 我去台北出差的时候呢 我顺道拜访我的主父母 我们现在看第三个 keep up with 也是固定要用with 跟什么并驾齐驱 我们看补充第三个 catch up with 就变成赶上 比如说赶上公车 我们就要用catch up with the bus 赶上火车 catch up with the train 这里有一个例子做补充 you have to work hard 你必须要努力的工作 in order to catch up with the rest of the class 以便能够赶上 the rest of the class 班上的 rest是其余的同学 你必须要努力读书了 你先掉车尾了 以便能够赶上 班上其他同学 就必须要努力了 另外有一个 很相近的就是come up with come up with就是想到 所以我们常常讲 啊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好点子 英文就会用 come up with a good idea 所以这几个要特别留意 keep up with 跟什么并驾齐驱 catch up with是赶上 come up with是想出 再看第四个 make up固定就要接for make up for是补偿什么损失等等 我们来看补充第四个 their diligence make up for their lack of experience 他们的勤勉 弥补了 their lack of experience lake of experience就是欠缺经验 他们的勤勉 补充了 补足了 弥补了 他们经验上的不足 所以三支东西片语非常重要哦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活学活用的练习 第一题 at any way at any way也是很棒的一个 作文结论 常常用到的转折语 at any way就是 无论如何 不管怎样 we should broaden our horizon broaden one's horizon 就是增广见闻 要多充实我们的知识 以便可以怎样 the times the times是什么 时代 要跟着时代走 所以我们的答案 应该要写的是 keep up with 跟时代并驾齐驱 我们就翻成 跟着上时代 所以我们先把答案给他完成吧 keep up with the times 这个time加了s 就是时代的意思 再看第二题 it's much harder than we think 这个是利用一个虚主词 跟真主词的一个语法 后面是不定词片语 这就是真主词 much harder是困难多了 than we think 比我们所想的困难的多 那什么事情 it就指后面这个事情 the deep rooted custom deep rooted是 rood是根 deep rooted就是根深蒂固的 custom是习俗 风俗习惯 怎样把这个根深蒂固的习俗 比我们所想象还要困难的多 那个习俗要怎样 要给他废除嘛 这个是很困难的 好 现在答案就给他完成吧 毒而为无畏事 废除根深蒂固的习俗 真的是很困难 继续我们来看第三题 勤能补着 努力是迈向成功的唯一途径 勤能补着就是利用我们这个 勤就是diligence pule 彌补就是make up for 我们把这个格言写下去吧 diligence nce make up for 不足 我们先看这个sufficiency sufficiency是很充足 不足就加一个否定的字首 用in insufficiency 这个就是勤能补着的意思 好 我们结束 另外起一个句子 努力就是努力工作 是迈向成功的唯一途径 努力工作主词 我们用walking hard 动词是 是什么 唯一途径 我们要先翻唯一途径 it's the only way 什么途径 迈向成功的 这个是介细词片语 来修饰途径 这里的way后面要加to 但是要留意 这个to是介细词 所以我们后面要接的是名词 to success succes ess 这个才是正确的 the way to 就是迈向成功的一个途径 这个to要小心 它是介细词 所以后面要接名词 如果同学一下没有注意到 就会写到succes 这个是动词 这个就不对了 好了 这就是第一组三字动词片语的解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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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